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出口商正面临集装箱船位短缺的困境。 DHL亚太区首席执行官Niki,Frank表示, 未来几个月,这种短缺状况将持续,导致运费飙升。 上海到欧洲的20英尺集装箱运费在过去一个月内上涨了20%。 Frank建议货主们考虑多式联运解决方案,如铁路和卡车运输,以应对高昂的运输成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上海市为应对人口危机推出的新政策。 上海市在其医疗保险计划中增加了生育服务,试图提高目前全国最低的出生率。 通过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的医疗费用可减少多达70%。 上海市宣布其总生育率创下历史新低,仅为0.6,远低于替代率2.1。 最后,我们关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新动态。 在拜登总统的新庇护政策下,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已经开始阻止试图越境的移民。 尽管如此,政府官员表示,尚不确定这些限制措施是否会显示减少非法越境人数。 官员们还指出,居留空间和遣返能力的限制可能会影响新政策的实施效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出口商争夺集装箱船未面临数月的焦虑。 DHL表示,由于全球航运巨头没有额外的运输能力,这种情况在未来几个月内不太可能缓解。 DHL全球货运亚太区首席执行官Nikki,Frank在采访中表示,他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并警告货主关于将中国制造商品运往国外的高昂成本。 过去一个月,从上海到欧洲的20英尺集装箱运费上涨了约20%,达到7000美元。 中国制造商纷纷抢定船位以应对鸿海风险和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更高关税。 DHL建议部分客户采用多时连运解决方案,如铁路和卡车服务,以应对未来几个月的恶劣天气条件。 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上周攀升12.6%,首次突破3000点大关。 中国在2020年第二季度从首轮新冠疫情封锁中恢复后,企业开始全力生产,以满足全球需求,成为世界工厂。 虽然当前工序失衡导致运费上涨,但Frank预计不会像疫情期间那样剧烈。 南华早报报道,面对中国最低的出生率,上海从6月开始将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纳入医疗保险计划。 根据市政府上月末发布的指令,上海市民通过12种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医疗费用可降低至70%, 上海2023年宣布的总生育率为0.6%创下新低,生育率为2.1%,被认为是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替代率。 即使生育率上升,由于育林妇女人数减少,婴儿数量仍会减少,中国去年总生育率约为1,香港为0.8。 低出生率问题加速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依赖比率,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压力, 推高政府债务,影响社会创新和创业。 中国在2022年经历了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去年继续下降,失去了全球人杰,口最多国家的地位。 学前教育行业也受到影响,幼儿园教师人数去年减少了17万。 尽管中国在2016年实施了普遍二孩政策,2021年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三孩, 但政策调整未能显著提高出生率。 复旦大学教授胡湛表示,社会需要对母亲和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宽容, 以实现中国人口转型的软周路。 南华早报报道,随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工作人员出国旅行的限制不断扩大, 许多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发现他们的出国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2011年,马修在中国财政部工作时, 曾承诺每年与妻子去不同国家旅行, 但十年后,他发现自己和数千万在国家资助机构工作的人员一样被限制出国。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对腐败官员逃亡和国家机密泄露的防范, 出国旅行的审批程序变得更加复杂, 高级官员甚至在退休后仍需严格审批才能出国。 这些限制不仅影响了个人自由, 还可能限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人际交流和信息流动, 长远来看可能对执行国家政策的人员事业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这些措施旨在防范服务、白河安全风险, 但也反映了北京对治理的不安全感。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边境官员在拜登新移民限制下开始遣返移民。 拜登总统宣布边境紧急状态, 并暂停美国庇护保护后, 一些非法入境的移民被遣返。 新措施在非法越境每日平均超过1500人的情况下实施, 官员表示尚不清楚这些限制是否会对非法入境的移民产生威慑作用, 并承认拘留空间和遣返能力的限制将削弱其效果。 拜登政府增加了遣返或返回墨西哥的移民数量, 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每周进行5到7次遣返航班, 主要前往中美洲和西半球其他国家。 新规则将庇护保护限制在最有可能被迫害或折磨的移民。 庇护是一种人道主义保护, 允许移民因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或其他特征 在本国面临迫害或折磨时留在美国。 新措施要求移民向边境官员表达恐惧, 以便筛选保护资格。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计划对拜登的措施提起诉讼。 移民辩护法律中心执行主任Lindsay Tozolowski表示, 新规则将使移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方面面临极大劣势, 并可能增加合法入境途径的积压。 南华早报报道, 在挪威籍教练约恩·安德森离职后, 香港代表队将迎来一支更灵活、更具创造力的队伍。 临时教练沃尔夫冈·路易瑟承诺, 在周四对阵伊朗的世界杯预选赛中, 香港队将展现出新的面貌。 安德森的离任让路易瑟结果叫边, 他计划在保留球队竞争力的同时, 增加进攻中的创造力和灵活性。 尽管球级对面临一些关键球员缺席的挑战, 但新加入的年轻球员如马西韦和安东尼·平托将为球队注入新鲜能量。 尽管香港无法晋级世界杯, 但路易瑟表示, 球队希望在预选赛中为球迷带来精彩表现。 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文章讲述了香港现代旗袍品牌 Tipology的创始人兼设计师刘朱莉的故事。 他从小学习芭蕾舞, 并曾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但最终发现自己的真正热情在于设计。 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芭蕾舞的优雅和流动感, 尤其是罗密欧与朱莉叶, 芭蕾舞剧对他影响深远。 刘朱莉的旗袍设计注重舒适性和优雅适合现代女性的需求, 尤其是在香港炎热的气候下。 他希望客户穿上旗袍时, 能感受到如同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的自信和舒适。 日经亚洲分析了东京成为新一代中国民主运动基地的现象。 东京曾是辛亥革命的摇篮, 如今再次成为许多中国民主追求者的聚集地。 随着中国内部的极端监控和经济停滞,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日本寻求新的生活和机会。 许多知名知识分子、记者和企业管理者迁居日本, 购买房产,形成了新的移民潮。 东京的民主运动纪念活动也吸引了大量参与者, 包括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活动。 尽管中国政府对这些历史避而不谈, 但这些活动和象征物如民主女神雕像的出现, 显示了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延续和发展。 CBC报道,一位来自布列甸哥伦比亚省的足球迷 正试图对温哥华白帽队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发起集体诉讼, 声称他们因购买了高价球票 以观看莱昂内尔梅西的比赛, 却未能如愿而蒙受损失。 原告何俊在诉讼中表示, 他花费404美元, 购买了5月25号温哥华白帽队 对着迈迈迈国际队的两张球票, 广告中声称梅西·路易斯·苏亚雷斯 和塞尔吉奥·布斯克茨将会上场。 两天前,赛事组织者宣布这些球部会出席比赛, 何俊认为这是典型的诱饵与转换手法, 导致球票价格飙升。 何俊希望为所有持有温哥华对阵迈阿密比赛门票的个人争取全额退款, 并寻求惩罚性赔偿。 目前,温哥华白帽队和MLS三位对此诉讼作举出回应。 南华早报报道, 秘鲁总统迪纳·波罗阿尔特确认, 将于6月底访问中国, 旨在吸引更多经济投资, 并解决与中国资助的查卡伊大港相关的争议。 波罗阿尔特计划在香港、深圳、上海和北京进行多项活动, 包括与华为、华为和比亚迪的代表会面, 以及在上海主持投资机会推介会。 查卡伊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预计将成为南美与中国之间的主要贸易枢纽, 但其独占控制权条款引发争议。 尽管密鲁政府进行了法律改革, 但合同争议仍在审理中。 波罗阿尔特还计划与中国铁路建设公司 讨论连接密鲁与巴西、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公路项目, 并将在天安门广场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双边会晤, 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并成立密鲁中郭商业委员会。 环球邮报报道, 中国房地产投资的价值正在急剧下滑, 买家们对市场前景持谨慎态度。 曾经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 房产无论价格、大小、位置、甚至是否开工都能轻松成交。 然而,自2021年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倒闭引发房地产危机以来, 市场明显降温。 去年还每月能成交一单的北京房产中介张远, 今年仅卖出了两套房,而且第二套几乎没能成型。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有约3.9亿平方米的, 已建成但未售出的房屋相当于6.6个曼哈顿。 一个对14个城市的调查显示, 待售房产数量是当月成交量的20倍。 而千年代和201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 让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赚取了巨额资金。 开发商则因房产被投资者抢购,而支付高额溢价。 房地产被视为安全的投资,价格居高不下。 到本世纪初,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约四分之一, 家庭财富的70%, 尽管政府采取了谨慎的措施来试图挤出泡沫, 但效果甚微,官员们也担心影响到大量将储蓄投入房产的民众。 2020年,政府终于出台了新的开发商债务限制、 按揭贷款和租金上限等规定。 恒大和其他几家开发商随即违约, 恒大负债高达3000亿美元。 今年1月,香港法院下令清算该公司, 其创始人许家印正面临刑事调查。 到那时,恒大曾引领的房地产行业已陷入自由落体状态, 全国各地政府拼命支持地方房地产市场这一关键收入来源。 据官方数据, 全国二手房销售同比下降约7%, 新房价格下跌11%。 过去六个月里, 北京市政府降低了首付要求, 放宽了贷款条件, 并取消了居民购房数量的限制。 据《环球邮报》调查, 至少20个省份和主要城市推出或提议了类似措施。 同时, 中国央行设立了420亿美元基金, 用于从开发商手中购买多余库存, 计划将其转化为可负低单住房。 张远表示, 尽管挂牌房屋数量增加, 但实际买家数量却远少于预期。 买家最大的担忧是市场不稳定, 房价不断波动, 担心购房后房价继续下跌。 与此同时, 许多房主担心如果现在不卖房, 将错失最后的机会, 最终无法卖出。 52岁的刘先生对此感同身受, 他在去年10月以420万元的价格挂牌出售北。 惊得一套公寓, 几年前这样的房子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 然而, 到今年4月, 他因只收到两份低于要价100万元的报价, 而愤然撤下了挂牌。 他表示, 今年出台了太多房产政策, 市场对买家来说性价比高, 但对卖家却极为不利。 他担心接受这种疯狂的贬值会在几年后后悔, 但同时也担心价格会进一步下跌。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g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